山西是一个表里山河的首份 那么山西具体有哪些较大的山脉呢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东部 华北平原西侧 向南连接秦岭 往北直通内蒙古高原 而通过卫星影像很明显可以看到 山西的轮廓 基本就是几条隆起的山脉形状 山西的山大致可分为东西两部分 以中间的新定盆地 太原盆地 林坟盆地 运城盆地为间 主要画出了太行山脉与吕梁山脉 但如果要按构造板块来说 则可以画出三个部分 分别是西部吕梁山系 东部太行山系和北部的阴山山系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吕梁山系的范围 以及主要的一些山脉构成 吕梁山脉北高南地 是黄河与坟河的分水岭 地理范围上南起渔门口北至洪陶山 东北阁燕门关与恒山相接 往西到黄河 向东至冯河西岸 是一条南北长约400余公里的大型山脉 吕梁山作为山西的西部屏障 以西为典型的黄土高原 以东则是黄土断续分布的山西高原 这其中主要的分支山脉除了中间的主体之外 还有北部的广山山 卢雅山 云中山 以及南部的火焰山 而狭义上吕梁山的范围关地山 海拔高度又为2831米 是整个山西的最高峰 我们再来看一下太行山系 广义上的太行山位于山西省 与华北平原之间 其南北长约400公里以上 地跨京济禁域四个省份 地理范围上北起北京西山 向南一直延伸到王屋山以及中条山 是五个地形上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 也是黄土高原的东端界限 太行山系北高南地 其覆盖范围十分广泛 比吕梁山大了一倍之多 除了东部的这条主体之外 还包括有北部的恒山 五台山 西州山 以及南部的太岳山 王屋山 中条山 而且在太岳山与主体之间 还形成了长治盆地与近城盆地 太行山系最高处是北部的五台山 海拔高度约为3061.1米 不仅是山西省内的最高峰 也是华北地区的最高点 那么北部的阴山板块 又是包含了哪些呢 阴山山脉的主体并不在山西境内 而山西北部的一些山脉 以三甘河为界 往南属于恒山山脉 往北则属于阴山雨脉 包括有洪涛山 采梁山 以及苏木山等一些小山 像著名的云港石窟 就位于洪涛山之中 而采梁山雨脉 马铺山 就是当年刘邦被匈奴 白灯之围的地方 好 我们说完山脉 再来简单了解一下山西的河流 山西水系主要分为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 黄河流域较大的支流有冯河 沁河 而海河流域较大的支流有张河 湖托河 大清河以及永定河 所以由此我们就会看出 山西是一个形成河流较多的地方 而且因为大部分河水流入东部的平原 因而山西也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的水塔 当然在古代冷兵器时期 四周有高山阻挡 内部有水源供应 所以如此封闭的一个地形 也是很容易产生势力的一个地方 好了 我是阿兴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